我觉得中国家长有一个问题 或者很多的家长吧 就是他们是 就是他们打是一种喜怒无常的打 像我父母小时候也打我 但是他们会先制定一个准则 你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可能会打你 所以你会很清楚这个界限 而不是你动不动你就 你要依法治国 哪有家长随便打孩子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打还是不重要的 其实真的不是打的问题 我想我自己 我小时候爹妈都打 我妈动手打我 我妈动手打我 我印象比我爹打我还深 就我妈 我爹打我是特疼 动胸啊 他不是拿手打你 他直接拿个什么鸡毛胆子 一下下去 你的屁股上就是 一礼拜不敢往椅子上坐 那么一点都不恨父母 一点都不恨 为什么呢 他就是这么一种文化 就从来没有人恨 因为之前 这个父母是没有离开孩子的 上下班都是在跟着 然后这个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大了以后 父母对我是放纵的 就不管我 那就是明白 小时候管 我爹妈都没管过我 包括我谈恋爱 结婚干什么 没有一件事管我 然后完了以后 比如你要结婚了 你跟爹妈一说 爹妈都觉得挺好 就什么都挺好 就没有 不会干涉 没干涉过我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梅金老师不说 我就没想过这事 因为你想我小时候 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就我妈打我脸 就是 原因不想不起来 就是她当着一个阿姨 啪就给我一耳光 我当时就 那个阿姨搂着我哭了 所以我才印象深刻 把阿姨都看哭了 对 那阿姨是她有仨女儿 她跟我妈关系特别好 她有仨女儿 她没儿子 所以她特别喜欢男孩 所以我妈打我一巴掌呢 也不因为什么 然后她就给搂着我就哭了 她要不搂着我哭 这事我根本就不记得 她搂着我哭呢 我印象中就 所以我在想我妈打我 就想起这么一件事 你看创伤吧 创伤吧 现在还记得 但我没有任何 就是说抱怨干什么 我觉得肯定是我不对了 那为什么 因为她不会平白无故打我 因为我爹妈都受过教育 像我父亲是属于 他手上有一个横文 所以我就是要同班手 我妈那就有一规定 就是不让我爸动我一指头 但是我只要一做错事 我妈绝对走 我记得有一次平房 我撒就往外跑 我妈就追 追了半个草场 然后好多邻居都冲出来 说干嘛 以为就是怎么样了 后来 但是到家了以后 她一切都没打 这个是不是跟某种 一个社会的某种共识 和传统有关 对 比方说你们这么说 就觉得 尤其是像你这一代人 但是你看你好比说是在美国 那么就会觉得打孩子报警了 然后呢 无数个人成年之后就在诉说 我的阴影是因为小的时候 受到了父母的虐待 甚至是打骂 哎呀 造成了我今天的这个种种不正常 那在那个社会里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简直不可以容忍的事情 就是谁敢跟孩子动手 国家都不允许 所以他就是说嘛 文化是最后的一块 最强大的幕布 因为我们有文化原因 所以我们才导致 就是这个 就是打孩子这个事 未必都是恶国 我在中央电视台很多年前 大概十五二十年前 做过一台节目叫交流 就是这边是家长 这边是孩子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谁挨过打 一大堆人都举过手 那时候孩子还挨打呢 二十年前的中学生 后来我说有多少人恨家长 几乎没有人举起手 没有人 因为他有亲情 其实吧 就是我讲 人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要形成一些东西 其中就有一个叫 就是除了爱之外 还有一个敬和慰 哦 这很重要 您知道吗 这个敬来自于哪 来自于哪 我认为首先得来自于慰 得先怕他才会敬 如果他不怕 他不会敬的 对 这两词捏在一起 叫敬慰 对 只有到成年 比如说我特别崇拜学者 我崇拜这个马爷 这样的这样文化 然后我特别尊敬他 但事实上在小的时候 他很多对成 就是长者的这个净 是有点怕的 你比如见那老师 他怕 他因为怕 所以他恭恭敬敬 那么这个怕怎么形成 现在我认为 我们很多家庭 没有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过去 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说 你说美国不让 但是他美国 他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当然我认为 我没有去研究美国家庭 但我个人认为 我们有时候在讲 如果孩子违法了 惩罚实际上是一种保护 让他知道怕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 雷声大 雨点小 也就是说这仪式 让他看得很可怕了 但是到最后处罚的时候重新 让他真的后悔以后 再也不敢了 真的让他不敢了 才是保护他 而不是说没事 你看我们有时候也说 取消污点 其实取消污点 有个人都就说了 我们这个犯罪 什么叫取消污点 就是你做了犯罪以后 他到时候没有记录的 就是18岁之前 或者多少岁之前 没有记录的 我并不主张孩子小 要大打他 不主张 但是一定就是要有 让他知道这个东西 要不到这一步 比如说我曾经遇到 这个无锡的我一个同行 他是办公室主任 他就跟我讲 小的时候他奶奶看他 他说他最怕的 就是奶奶门后 放的那根糖条 对对对 就是 他说一旦就是 把他门一关 糖条一拿出来 他立马就跪下 然后就说奶奶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所以 就得有一派 得有一派 您说那个雷声大雨点小 我发现小时候 我爸有这个艺术 我爸就 你看我到现在 就明明想在我的耳机 他一般要打我 就是摁到那 他挺会打 打这个酸筋 你知道吗 然后他拿这个小手指的 不早就伤害了 但是他怎么雷声大雨点小呢 他就是 他真的把天 甭来一下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但实际上 他真打你 没把你打成什么样 那当然是 我妈刚才说了半天 就必须要补充这一句 就是打孩子是有度的 而且是要有技巧的 而且我觉得 也真的有别的处理方式 你比如说我小时候 我妈是怎么 不让我离家出走的 因为我小时候 天天一天到晚 都要离家出走 然后我妈就是 这种情况一般都要打了 就是又闹 又离家出走 我妈说 你衣服是我们家的 你脱了 我脱了 说你这个裤子是我们家的 你脱了 我脱了 说你皮肩是我们家的 脱了 然后我就这二十岁 然后就冲出家门 但是我连我们家属院 都没走出去 你知道 我就觉得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又回我们家门口 偷偷地缩着 然后从此之后 就再也不敢提 什么离家出走 你这是小哪吒 哪吒当年不就是 拆股还腹 拆肉还母 他就是那种 极度的这种逆反心理 这一段时间 是所有家长最头疼的 但是到青春期 就是我特别要 要嘱咐很多家长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什么时候 就是说刚才我说的 这个到他发育 接近成年的时候 这时候你跟他说话 第一话要少 我有在一些讲课当中我讲 我说六岁之前 父母的唠叨和话语 都是黄金 十二岁之后 父母的话语就是垃圾 讲道理不管用 他听不进去的 讲道理听不懂吗 他没必要 他觉得我已经大了 你说那东西我都懂 不要唠叨 而且你说的那个很过时 对 对 马爷说这对 很过时 他一听就太落后了 而且都是你讲了十多年的话了 对吧 你想从小你跟他讲这些话 你讲到最后 你还有新的话吗 没了 所以你再说 那就有垃圾了 因此到这个时候 就是什么呢 点到为止 比如说他跟同学发生冲突了 你就问怎么回事啊 完了 两句话扭头走开 但是很多将长 可能就刚刚马爷说的 可能达不到 就是我这种 就是能够驾驭的这种能力 那么怎么办呢 你有的时候 第一就要尊重他 要多跟他去商量这个事 你说这事要我认为 我要这么做 我会怎么做 你可以跟他这么讲 而不要指责他 就你傻 你怎么能这样 这我们很多家长常说的话 他已经很委屈了 你还说人傻 没路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认为我们家长的青春期的孩子 我也遇到一些家长说 我这孩子可不是东西呢 我过了就好 过了就好 就得忍嘛 就得忍 所以这个阶段你不要跟他急 刚才我说了 你跟他发生冲突的时候 翻到五句扭头走开 他会调整的 他当时不接受 但他心里会把你的话当个事的 可是你非让他当时认 他绝对不认 就跟刚才你那个 如果你妈妈说 别走了别走了 我跟你斗着玩呢 你肯定心里特温暖 就是你妈妈有一句软话 你以后你也不会真都脱了 就走不会了 对吧 所以父母在这个年龄就是孩子这个年龄端 你先横叫雷声大 到最后雨点很小 然后一幽默就回来了 那我觉得家长从小也应该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 就是我那天问我妈说为什么 因为我妈也老唠叨 就她同一个话反复说 我问我妈我说你为什么反复说呀 她说因为她觉得她就我没有理解她的话 我没有给她一个回馈机制 表示我收到这个话 她就觉得她的话不受重视 所以她会一直说 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从小建立起来这个沟通机制 小孩说好我理解了 或者说你这句话我不高兴了 而这句话说得我很舒服 你把这个沟通机制建立好起来 就是大家的话都会变得很少 你知道就不至于那个反复是一个语言污染和语言暴力的状态 我认为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要有个意识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该说就要说 该立规矩就要立规矩 你该严肃就要严肃 你别小的时候你放开了宠 我那天看您教这个几个秘诀 我觉得挺针对一个什么问题 我提醒你讲到三岁上下说不行吗 为什么要在三岁上下说 越小说越好 你小的时候不答应她 大不了地也给你打滚 你不要等她12岁了才不答应她 你现在你知道很多家长他确实没办法 你比如说这个玩iPad 玩游戏 那你这个说 我现在发现常玩游戏的有些小孩 他要不做作业 他要这么玩 你怎么办 最终得抢吧 抢了他甚至就啪一下 他能打 一定要想的时候做这件事 你比如说我这第三代 有一次在家里头玩那个iPad看 看动画片 我看半个小时了 我说你再看眼睛不好 我就给收起来了 他当时就这样 就抬手给我一巴掌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我说你得向我道歉 然后我就走开了 走开以后他就在那生气 也不理我 过了大概若干时间 他主动开始 我到厨房 他就跟到厨房 我到厨房 他就到厨房 我说你得道歉 因为你刚才动手了 也就是我没动手 但是我给他收走了 所以到最后 等到这事结束以后 我告诉他 我说我为什么要收走呢 其实我知道你看得很快乐 但是他对你眼睛不好 我说到时候你要眼睛坏了 那你进入大了 你想你看不见的生活是什么样 所以我说我是对你好 我才这样做 我说以后老了说 到什么时候不能看 就不要看了 后来就很规矩啊 有时候他看着 他知道他不动 然后他看我看的时候 他说那你能不能不看 跟我玩一会儿 我说那好 我马上扣着旁边 这就是立规矩 所以你小时候不立这规矩 你到点要结束 比如我让你看 看半个小时 但是多了不让 你小时候不立这些规矩 你到大了开始立 所以我说 这个我们很多的家长 是属于什么的 他该管的时候不管 他不该管的时候 他开始管 也就是说到接近成年的时候 尤其青春期 我们也叫他接近成年 什么叫接近成年 就是他要开始摆脱 对你的依赖了 这时候他就自己 就觉得有很多事 我要自己做主了 你前边没管 你现在开始管 也就是他要做主的时候 你要开始管 那冲突肯定非常大 您比如说 要是有那叛逆的孩子 他就是不跟你服软 就是不跟你道歉 你说关小黑屋 关小黑屋 不是 我说的是六岁之前 六岁之前 十二岁之后 绝对不能这么做 十二岁之后 就父母要示弱 我跟你道歉 不用道歉 比如这件事 你现在说了这样 你不对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你比如说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 你不能老晃荡 你晃荡完 错过这几年 你今后一声 怎么样 他不听 那怎么办呢 然后你就可以冷眼看着他 不再说话了 然后他这时候 他就会很难受 你就给他斗智斗勇 这时候是斗智 想说斗勇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跟他讲 你说我工作压力非常大 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你现在接近成年了 我觉得你应该能管好自己 你看看我现在的什么什么事 我都挠头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事 我自己身体体力不支 我现在对你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要学会示弱 甚至你还要把自己的问题 我跟你讨论一问题 如果你看这事遇到你 你会怎么处理 孩子这时候他会想 我给你出主意 他反而接近成熟 我记得您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不能骂 因为好像你就没有道理 小的时候是不要骂 不要打 不能打 那你是一大欺小 也不要走开 然后也不要在这会说话 你就坐在那笑眯眯的看着他就行 就是说不妥协 比如说你让我给你买玩具 没有啊 陪着你 就是不跟你买 但是呢 我不会离开你 你不管怎么闹 我就陪着你 对 我觉得还要就是说清楚 那就一次就行 对 而且我觉得说不死一次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成年人教育孩子主义 一定要说话算数 你比如说 我那时候啊 就儿子小时候啊 我知道 儿子小时候我管的很严的 比如出去他又要买一个玩具啊 他那个他要买 我说不能买 今天不能买 那时候买玩具 还是专门跑到那个王复景 那个专门儿童用具商店去 让他隔着玻璃那种渴望 然后他突然他有一个 我那儿子小时候有一种颜力量 他跟你说 他说爸爸 你要是我 你就知道我有多么想要这件 当时把我说的内心大动 但是我前面说了 我今天不能给你买 当时我基本上都快投降了 我说那也不行 今天就不买了 他就开始哭了 他一哭呢 就是他已经示弱到头了 我就很火 因为这公共场合你哭 就给我下不来台 我说要哭回家哭去 然后他就不哭了 不哭了以后呢 就是说说笑笑就回家了 到家以后呢 他搬了个小板杖 在屋子中间 哇就痛哭啊 就痛哭 可爱了 然后我说 我说怎么哭 因为我认为就没必要再哭了嘛 那个难受就过去了嘛 然后他哭的时候 边哭边说 边说啊 说我长大了 绝不能让我儿子 瘦这么大的 他那个语言厉害 你也清楚于蓝 然后我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 就心里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事 但是说话一定要算数 这是我认为 所有年轻家长 必做的一件事 如果你妥协一次 就妥协无数次 但是我觉得这里 可以加上一个协商 也就是说 你给他留一个出口 比如说啊 这个今天呢 咱没计划 咱今天买不了 然后呢 这个咱回去研究一下 怎么来买 咱们得先把钱得透起了 你这样给他一个希望 然后回去你再提要求 所以我那个 在讲这个孩子教育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要有进有退 但是您说的 说话算数是非常对的 比如说我答应周六 我陪你去玩 如果我周六去不了 一定要告诉孩子 我今天去不了 我哪天我一定陪 我要补回来 补偿 对 也就是说你 你答应的事 承诺的事 一定要做到 但很多家长就缺乏耐心 他们就靠骗 说好 这个你多少多少分 我就买给你 但其实 小孩就很认真的 把这个事情 当做是一个事 因为这大家世界 世界里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但是你倒好 考多少分 说那我本身 没有给你买的计划 那他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摧毁了 像我小时候 我父母是就 我妈把她是 把我当成一个大人 我小时候想买玩具 不是没发育好吗 对 没有 我大概五六岁 想买玩具 我妈说不买 我说为什么 说因为我们家穷 我说我们家为什么穷 她说因为 因为你爸妈 工作能力都不强 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了 你知道 就是我觉得 你也不要低估 小孩的理解力 不要从小一直 把他当小孩的骗 哄 说话不算数 然后有朝一日 你忽然希望 他像一个大人一样 成熟讲理和理性 我觉得大人的这种期待 是非常 你小时候 我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 是一样穷的 你小时候 也是一样穷 也一样穷 对 但是现在孩子 谁小时候都穷 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了 我意识到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谁谁家房子 比我们家大多了 谁谁家有什么车 这话不是小孩的 这话一定是孩子 听了大人的 一定是他妈说的 因为我在谈到 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 包括我们成年人的 心理问题 基本你可以看到 他所有的表现 都一定是折射 折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孩子 他任何一个表现 基本就是他父母的水准 你要说这孩子有教养 他父母一定有教养 除非他父母没自己带 如果父母是一个 有教养 很智慧的人 他孩子就会很智慧 如果父母经常 就是属于天天就聊的 就是你刚说这些话 谁家房子了 尤其是女性啊 妈妈啊 爱聊这些话 孩子听的 他就这样 小孩对差别没感觉吗 这个孩子有的玩具 我就买不起 因为今天社会已经有贫富的差距 他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 你比如说我女儿带他孩子 怎么解决 他每次带他下楼的时候 说你拿上两到三个玩具 干嘛呢 下楼 然后跟别的小朋友互相交换 对 人家喜欢买 不是 他换的就是换着玩 回家的时候 还拿着自己的回家 所以呢 他在这过程当中 他就觉得我可以不买 我下楼就可以玩他的 他就可以玩我的 富人家的 也是我们家的 对 我认为在教育当中 有很多的方法 而不是简单的 就是说他要什么 你都要满足 确实他 你比如你给他这个 他就是想那个 你都给买回了吗 不可能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带他去接触了 其他的孩子 又学会了互相交换 然后呢 他有的 你没有 你有的 他没有 您讲这个折射呀 包括方舟刚才说的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前一阵 那个电视剧 那个尼大宏演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都挺好 对 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反响 这里边有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成年人精神 都有种种的问题 是吧 你成年人都没有完成 成人化的过程 你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 甚至你都是一肚子 牢骚 委屈 黑暗 那么 那么这个东西真是个 我觉得这是个 最大的麻烦 我们很多家庭 一旦离婚 就跟还没离呢 就开始告诉你 你爸怎么怎么坏 你妈怎么怎么 所以他教孩子 仇恨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 就是尤其在这种 单性家庭 特别多见 所以就是你刚说 这个问题 确实是他就没有 意识到 就是说实际上 对于孩子来讲 他的血脉当中 两个人都有 你让他来做这个事情 去恨一个人 这等于是一个分裂 所以这种孩子 大了以后 心理上都有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 我听到一些孩子 他就有种种的 他觉得父母贬损我什么 就像你说的 实际上 他不是说立一个规矩 立一个法的问题 他拿孩子当成出气筒 释放他自己生活中的 种种不如意 包括这个 他在外边社会上 感觉到的种种的差别 他的不平衡 他打着孩子 你给我将来要出息啊 对吧 你得挣大钱 你得成龙成凤啊 全指望你了 然后都是 谁家孩子怎么怎么着 挣了多少钱 谁家孩子是考上了一个什么 就全是这些个功名利路 然后呢 就他就是这么评价人的 打听 就是刚高考完 我记得我走在一个楼门口的时候 就听一个人说 哎 你那孩子考了多少分啊 报哪个学校 我后来就在想 这个你就不应该问 因为人要考好了 人家会自然而告诉你 人家万一没考好呢 你怎么让人多尴尬 对吧 所以就是刚你说打听 打听完了以后呢 就后边去议论 我就觉得这种八卦 往往他带出的孩子 要么就是属于那种心 我觉得那种 他对你的关心 给人感觉的好像是很怪异的 你觉得那是关心吗 肯定是不是关心 但他表现为说 那我关心下怎么不可以呢 他整个一个 就是所谓的社区文化 就是个八卦文化嘛 就是打听嘛 而且这个 他有压力啊 你比如说我这孩子没考好 为什么这母亲对孩子 尤其在高中这阶段 他那么那么大的压力 他就是 他不光是自己的问题 他还面子问题 对 而且这个面子背后 他隐藏着一个社会打分机制 你就比如说一碰见 那家小孩考上大学了吗 考上了 什么学校啊 然后呢 工作了吗 挣多少钱呢 然后下边就该找女朋友了吗 结婚了吗 你要说结婚了 生小孩了吗 他就 你看这一套 你要作为他这个父母圈里的人 他都会觉得 哎呦 少了这一环呢 好像我们家就被低分了 我觉得打分机制 就也没问题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防止这种 因为你进入社会还是打分机制 但是我觉得家长就是从小 确实是以别人家的孩子举例和做比较 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式 就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 也有别人家孩子的问题 这展示出来的一定是好的一面 我特别想就对那个青春期的这个家长 就家里有孩子青春期 就是在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 父母应该最跟孩子聊最多的 就是人这一辈子 都有哪些种活法 这个活法呢 很重要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跟孩子交流 我说我觉得你记忆力特别好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做哪一类的工作 然后呢 我说你操作性好 你可以做哪一类的 然后在他高考之前 我可以给他提出大概五种 就是可以发展的今后未来的方向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不谈这个 打电话给我说 我孩子考了600多分 李老师你说他报哪个学校好 我说他考600多分 不知道报哪个学校吗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 他就管一个分数分数 然后考高分 然后著名大学 从来没有让孩子去 有一个自我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青春期尊重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 就是从小吧就把着 小的是宠 后边是盐 他就没有一点点那种 就是商量的这个余地 为什么我强调亲自养 一定要自己养 你最辛苦的时候 就是积累资本的时候 资本就是钱能生钱嘛 什么叫钱能生钱 就是你以后要教育他 他能顺从你 听从你 是因为你前面有这个资本 你养过他 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这种沟通的渠道 我认为呢 所有的家长啊 前面的事都不会讲 没有家长像李老师这样 是个心理学家 因为他不懂嘛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冲突了 就是在青春期 女孩12岁 男孩14岁 就所谓逆反期 他冲突的时候呢 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 就克制自己 因为你每回冲突 你就知道他无理 肯定是他无理 对吧 起码我们 你这本身就有问题 肯定是我们认为他无理 对不对 这个话没有错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先坚定的跟他站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危险 就是他就是孩子啊 逆反期的时候 他一旦关门 你彻底不知道他想什么 那你就死了 那么不管他说什么事 我老说你是对的 然后我再跟你说 比如小孩啊 一开始 14岁男孩开始突然恋爱了 那所有的家长 第一听这事就脑袋大了 老说这个 我不 你怎么还说 我喜欢一个女孩 我说你太晚了 老奸俱华 你说你太晚了 我比你还小就喜欢女孩了 他一下子跟你特亲 还有这种事 我还晚了 然后你就跟他站在一个沟里去了吧 然后你告诉他 慢慢地告诉他 不要当天隔几天你说 你那个事是个瞎事 我告诉你 天下第一回都成不了 对我也听过一个这样类似的故事 先摆出一个食徒老马的姿态 你一定要跟他 就是不管孩子说什么 你第一步 先不谈论对错 先跟他站在一起 然后再去谈论对错 如果你一开始就谈论对错 他光把门一关 他不跟你谈 你就不知道了 您说这我也听过一个 就是一个儿子跟他爸讲 我看上班一女生 然后呢 他爸说 我儿子挺有眼光的 这女孩不错 对 然后后边那句话就是 你要打算 今后就在县城工作了 生活 我觉得这事你可以挑定 如果你要想上北京去 这事我是建议 稍再等等 先别现在就挑定 这附近就很聪明 您这特别 您要这么说 我也想起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富翁 那天跟我说 我觉得他也挺聪明 他说这个 我肯定就是 我不让我的孩子高消费 他说这个 我孩子好像一上了高中啊 还是什么 他知道他爸有钱呢 就是说 我要买法拉利 他说 他说我是可以给他买 这个法拉利的 他说 但是我跟他这么说 说啊 这个车呀 有从夏利到法拉利的 这个一个区别 他说呢 我要给你买了法拉利啊 我就剥夺了你一个乐趣 剥夺了你先开夏利 最后你凭你自己挣的钱 开上了法拉利 他说你知道爸爸原来 开的是什么破车 到最后开上好车之后 那种快乐 他说我要现在就给你买了 对你不公平 我就剥夺了你这个快乐 哎 他孩子挺进去的 对 是 所以我觉得 先认可 先认可 就是我因为这个事 我不是在这说啊 我跟我底下所有的人都说 因为每个人家里 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说你第一个就不能关门 你关门 他关门的速度比你快 你指责他 他帮把门一关 然后他第一个物理关门 就是他真上他那屋里去 第二个他心里不跟你说 他后面的事你都不知道 最后都怀了孩子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先跟他说这个事 因为他相信你的时候 他才能跟你说 你跟他站在一起 一定是个好事 他才能说 如果他非常好事 会